你想對爸媽說什麼 好我工作不要再打遊戲了 好我工作不要再打遊戲了 遙控器就在前面 然後他要我從房間跑出來幫他拿 這就過分囉 歡迎收看 民生調查區 OK 我們今天要訪問的題目是 說一下 就不想出國啊 偏偏要我出國啊 不是 我不想出國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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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抱怨 這是 需要 對 對 對 我不想出國留學 出國留學 要去看這家英文 好可憐喔 你不要這麼講喔 那你有跟爸爸媽媽聊過這件事嗎 講了他們教育員有講不聽啊 你怎麼講假設我是爸爸 我跟你說啊 你就是要出國留學 是我媽要求我的 溝通失敗 好 父母做過什麼事情 那麼最神奇的 沒有耶 沒有 沒有 也許沒有 非常的優秀 跟我一樣 Yes That's right Oh my 他們好不受控喔 他一直碎碎唸很棒 怎麼碎碎唸 怎麼碎碎唸 可能就是一直唸 爸爸唸比較多還是媽媽唸比較多 一定是媽媽 你做什麼事情媽媽是最容易就是 所有最多 所有最多 我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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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是自己休息的時間 大概是打到一段沒打斷 就有一點點不爽 看起來是很不爽 看起來是很不爽 好那如果對於這個點 你有什麼話 想跟爸爸媽媽說的嗎 嗯 嗯 嗯 不是所有遊戲都是可以暫停的 為什麼平時紀錄在你這邊啊 因為我顧問國文老師 來聽一下 國文老師最近不爽爸媽什麼事情呢 你可死定了 到底是不爽爸媽還是不爽國文老師呢 是心動啊 糟糕眼神躲不掉 這不是我講的 沒有我們曾經老師沒有不爽 這支影片很難剪喔 就是一直叫我去做事情 做什麼事情 幫我拿東西之類的 又扛瓦斯之類的嗎 不是 又扛幫我拿衛生紙之類的 然後幫我開門 幫我跟他打激烈 然後就被叫去了 然後就被叫去了 他不爽 就是非常小的視頻 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舉例 遙控器就在前面 然後他要我從房間 跑出來幫他拿 這就過分了喔 那衛生紙就在旁邊 然後還要給幫他拿 對於這件事的話 你還會繼續照他的說法去做嗎 你也不能不做啊 那你有稍微就是 去跟他抱怨一下嗎 有是有 只是沒有什麼好下場 你要不要試一個方法 你爸這次叫你拿 你跟你爸商量 就說 把他那下次換你幫我拿 我覺得不要 嘗試不要 請問你有嗎 當然有啊 他說當然有啦 你真的太客氣了啊 跟我們收一下囉 就不要再叫我拿垃圾去丟了 還以為要拿垃圾去丟了 很累耶 所以說你們家垃圾桶 大概是那種就是 餐廳廚房後廚那種 這種這麼大的嗎 還是 小子 那你在累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 倒垃圾會累 還要躲過去 不要躲回來 我累 我的天啊 你這說得好像滿有道理的喔 不要瞎掰好嗎 不是你拿垃圾是誰倒垃圾 我妹啊 喔 遇過什麼事情是 覺得會對爸爸媽媽不爽的 超多 唉唷 妳整很久了齁 沒關係啦 妳說 他不給我手機 然後明明有電動 好不容易賺來的 他們一直玩 結果我要玩的時候都沒電了 妳的意思 妳的意思是 爸爸媽媽跟你搶電動玩嗎 沒錯 這件事是很 不可思議的喔 但我覺得很棒 就是也會打遊戲的父母 其實是滿好的耶 他們不給我打啊 那妳有沒有想過就是 跟爸爸媽媽做交易就是 不然來單挑誰贏了誰玩 那我一定輸 那妳一定輸 那妳還要玩嗎 妳這樣子都不專心玩遊戲 老師現在很生氣 妳想對爸媽說什麼 好好工作不要再打遊戲了 好好工作不要再打遊戲了 我想問妳 請問爸媽做什麼事是讓妳覺得最生氣的 把我重要的資料丟掉 舉例一下 就是學校要收的那種通知單 那怎麼辦 還要再去學校跟老男 所以妳覺得生氣的點並不是爸媽丟掉 而是妳覺得給老師製造困擾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是這樣嗎 不是 應該是 妳回來還要再花地心跟老師製造困擾 父母做過什麼事情是讓妳覺得最生氣的 要幫他買早餐 不應該嗎 不應該 因為我們在睡覺就把我叫起來 好那如果假設他講完就是幫我買早餐 妳會怎麼回答 呃不要 等一下 講完就是幫我買早餐 妳會怎麼回答 呃不要 我想問一下 所以妳到底有沒有幫爸媽買過早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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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在 抱怨什麼 我就想問妳在抱怨什麼 妳就沒有買了 妳就 妳 再給妳一次機會 好好說 妳有什麼要抱怨的話 立哥對鏡頭我們大聲說出來 3 2 1 不要叫我幫他買早餐 叫我自己去買 順便幫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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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妳要沒講最後那一句 我覺得妳都可以接受 但是妳講了 順便幫我買 妳到底怎麼說的出口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嗯 我相信抱怨一定會是有的 但 當然 其中可能會掺雜很多的 呃 幼稚 不懂事 但是同時我覺得 就是有一些長輩 有時候我們要反觀自己的行為 並且 以身作責 其實本身樹立起來的榜樣 就是給孩子最好的教育 彼此一定要去溝通 我覺得不能單方面的學習 彼此都在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也非常謝謝各位同學跟老師 就是給我們這個機會 能夠來到山明國中進行訪問 好 那再次介紹我們是 明明秀 等一下 可以 各位給自己一個掌聲加尖叫好不好 大家最棒了 最棒了 謝謝 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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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